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楠哥媽 今天呢我們要來分享母嬰用品 很久沒有拍這個系列了 分享的是這個 來自日本的阿拉伍無添加洗衣衣 傳說中的業配紋嗎 呃不是 是那個媽咪拜的百人試用的活動 所以是沒有收錢的 沒有收錢那就不算業配了 好開始 對好 這個阿拉伍無添加洗衣衣啊 它宣稱呢沒有添加 合成介面火星劑 螢光劑 導彩劑 人工香料色素 還有防止劑 成分裡面有 脂肪酸甲罩 薰衣草精油 瀏覽脆菌 那這脂肪酸甲罩呢 其實就是肥皂嘛 阿因為我們知道肥膩它的就是 製造的話呢 就是要有油脂 然後再加上 看是輕氧化膏或是輕氧化鈉 以這個東西是脂肪酸甲罩的話呢 它加的是輕氧化膏 油脂的話呢 這一款是宣稱說 它加的是天然的植物油 所以這一款是天然的皂喔 那它對嬰兒的肌膚有什麼好險 它說它對嬰兒的肌膚很安全 通過皮膚測試 然後它很環保 可以高分解性 哦 那我們是應該去河邊洗衣服 來拍一集 但我告訴你 你在台北市要找一個河邊 是非常困難的 台北到處都河喔 河邊公園啊 誰願意讓你在那邊洗衣服 好啦好啦 那今天呢 想說我們要來測試一下 它是不是清潔的可以很乾淨 所以呢我們決定進行四個部分來測試 第一個就是 小牛今天吃褲食品南瓜泥沾到的 這個很常見吧 嬰兒衣服上面的很長的帳物來源 第二個呢 就是一定都會有收到恩典牌 恩典牌上面呢 就是會有很多這種成年的黃垢 就是我們等一下來試試看 這個黃垢 是不是能夠真的被洗起來 如果他連奇異筆都可以洗起來 如果他連奇異筆都可以洗起來 那大人小孩的衣服全部都用這個洗就好了 超厲害 全家都可以用 我們還想要測試一個 中午吃水餃剩的醬油 到底能不能被洗起來 有時候吃東西會沾到嗎 所以為了測試呢 我們就把小牛這一件 成年的恩典牌 他已經穿不下 很小件 這是大概零到三個月的時候再穿 我們把它剪下來 當作實驗的衣服 剛剛呢這一部分 我們等一下就來測試他的黃垢嘛 這一部分呢 我們再把它剪成兩半 我們來沾看看中午吃剩的醬油 另外一個呢是 下午的時候小牛爸去運動 喝剩的可樂 我們要試試看的部分 就是這四個部分 究竟可以完成哪些部分呢 他這個洗的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用洗衣機洗液可以手洗 還有一種是局部的清洗 那其實我們現在都是局部的髒污嘛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局部清洗 到底 效果如何 方法就是說 你先把這個衣服啊 那髒污的地方啊 濕之後呢 然後再把這個洗衣液 倒在局部髒污的地方 然後搓融 然後看了不能洗起來 好 我們現在就來試驗 開始喔 天然的罩 搭配 天然的水 來洗衣服 看了不能洗得比較乾淨 可是這麼特賊 這個水是原本排的 就是停電要用 或什麼 好像在用大陰過氣 還要過氣 還要過氣 還要哪裡 老師之後他說 把它倒在這個上面 然後搓一搓 喔 洗起來了耶 小牛的那個南瓜泥不見了耶 好厲害喔 好 現在我們快來洗醬油 我搓一搓 喔 欸真的耶 阿菲剛剛會有洗起來 你看 剛剛水 上面有那個 剛剛有醬油的那個色素 這也代表它有被洗起來 而且你可以聞到一個 薰草的味道 真的很香喔 可以聞到薰草的味道 真的洗乾淨了 洗起來了 五片 五片人 沒看到啊 沒看到醬油吧 這番 你沒有檢查看看 另一面你檢查 沒醬油了 真的沒有醬油 再來呢 是 可樂喔 可樂 可樂顏色有點帶 可樂顏色 可樂是絕對沒問題啊 因為什麼 有它這麼帶 嗯 都是薰草的味道 是啊 加這麼多 怎麼聽 好啦 可樂是絕對沒問題啊 因為它 就是讚讚的嘛 就可樂 過關 再來 厲害了 大魔王 奇異餅 誒 如果成年污垢也可以洗得起來 就是媽媽們的一大福音啊 如果成年污垢洗起來 我就拿我的襪子來給你洗 好 好 喝血 很多溫點牌其實都很好看 但是久了有點黃垢很可惜 黃垢 黃垢 有變比較淡一點啊 但是沒有辦法完全洗起來 奇異筆也是還在 代表我們今天沒有造假啊 我們真的沒有在造假 魔王不愧是魔王 真的是認真的在搓洗 並沒有什麼影片透視 我覺得是真的在搓喔 現在這樣做如果在河邊拍是很有Fail 所以要幫我配一首洗衣的那個歌 沒有沒有通告 有啦 客家洗衣妹的歌 有吧 沒有 客家怎麼洗衣妹 聽起來很奇怪 自己洗 嘿 黃垢還是在 奇異筆也還在 嗯 好 失敗 拜拜 被你躲過 我們就不用洗襪子了 對啊 不然我就想說 還要洗老公的臭襪子 誰想幫他洗 還熟死 天哪 以上就是我們阿拉吳無添加洗衣液的 測試實驗影片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今天也可以 別忘了按讚訂閱 還有留言喔 拜拜 拜拜